去年莫三比克亚马郡发生一起重大意外 一辆救护车起火 当时有三名妇女还有一名婴儿受困 由于当下救护车的燃气泄漏 加上水源不足 火势很快蔓延 还几乎波及到附近建筑物 眼看都这么危险了 司机志工还有志愿者 却是冒险来伸出援手 从救护车上抢下了女婴 主机的这一位小baby也满一岁了 名字叫做乐法 事发之后呢 志工从来都没有忘记他 带着蛋糕还有礼物来替他请神 浓巧克力色肉丑想报警处理 刚满一岁的小乐法 穿着小粉衣是爱漂亮的小女生 但她懵懂天真 并不理解自己的悲惨绅士 去年同样的9月6号是小乐法生日 也是实际字面意义上的母难日 救护车一把无情火 车上刚分娩的女子不幸丧生 留下可怜的乐法 美了母亲 肉糊糊的小乐法 一看就是被爱包围长大 司机志工带着大蛋糕庆生 村里孩子跑来凑热闹 等不及分一块生日蛋糕 沾沾喜气 收到绘本 衣物 奶粉 大米等礼物 养育乐法的阿姨并不富裕 此机志工还打算资助她 面书到大学 火灾拆散一对母女 但此机为小朋友人生 开启了另一扇窗户 大爱新闻索阿斯巴蒂斯塔 莫三比克报道